能登下春奶的明星,一定在平常表现十分出彩,春奶的各个节目,都是经过节目组层层挑选后的结果,也有不少平民艺员,起初人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, 但是在登下春奶之后,立马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,但是能连续登下春奶实说不易,今天我们要说的主角曾连续四次登下春奶的舞台,但是也有负面新闻,便是跟恩师同居之后,被强烈要求打掉孩子,如今已经五十岁的她,一定非常美。 这位女歌手就是慈情隔日了,可能大家对她的名字不太熟悉,因为名字的确是非常难记,但是一说到她的歌曲,大家都耳熟能详心事迹,并且她在当年也创了记录,几乎把所有的新人奖都拿了个遍。 嗓音十分独特,算得上中国摇混音乐的第一位女艺人,这么多年下来,还是没有人能与之抗衡。 思情隔日了是弟弟到道地蒙古族,从小就能歌善舞,苏建了属于自己的乐队,并担任魏兹首的位置。 很快因为形势不容乐观,乐队便逐渐解散了,但是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嘛,就经常到酒吧助唱,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听到她的歌声。 前到丑琴,功夫不负有心人,她非常幸运地遇到了当天说,并让她加入自己的乐队,两人的感情十分好,最终也是日久生情走到了一起。 思情隔日了觉得,她是一个非常靠谱的男人,可以托付终生,所以选择跟她同聚一起生活。 没过多久,思情隔日了发现自己怀孕了,也就是这个本该开心的时刻,她发现这个男人早已经结婚,而自己莫名其妙地成为了第三者。 在她告诉张天说这个消息后,得到的回复,是打掉这个孩子。 尽管他们两人十分相爱,但是思情隔日了不得不放弃这段感情,并且花了很长时间,才走出了这段阴影时刻。 苏金的思情隔日了已经50岁了,容貌看起来还是那么年轻有活力,现在的她已经逐渐大,除了各种舞台,我们能做的就是希望她能更加幸福。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